來關心到的是政治焦點 民進黨昨天展開了第二波的徵招 包含像是吳沛毅以及林非凡等六人 都是在黨內選才 那他們也齊喊說爭取最大的支持 最主要是因為在上週的時候 民進黨宣布了新北市三個艱困選區 那當然這一位就具有爭議了 他就是李正浩 那據了解其實李正浩 來加入民進黨合作的這一塊 是賴清德清點的 根據了解呢甚至有一個傳聞說 賴清德要找的是民進黨裡面的徐巧欣 這樣的女戰將或是男戰將 到底民進黨的人 誰有資格來為此參戰呢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看到 但是李正浩一出來 就引發了很多的批評討論 甚至是有爭議的部分 包含像是李正浩 李正浩因為他是國民黨的背景 再加上有性私密影像的爭議 所以就引發了很多綠營基層的不滿 在這邊我們就來先細數一下 他在七年前偷拍的爭議說法 仍然是不被買單的 所以現在有很多基層認為說 怎麼會推一個這樣 這麼有爭議的人 然後要來參選區域立委呢 所以基層是相當的不滿 認為李讓永和里長要來報備參選 那包含像是目前已經有累積了 將近800位的年輕幕僚等等 連數要求黨要慎重來考慮 因為雖然是艱困選區 不見得能選的贏 可是如果你要代表民進黨來參選的話 很多人都會把大家 一一的用放大鏡來檢視嘛 再加上現在大家在 針對或者是用放大鏡檢視民進黨 這樣的氛圍 可能就會影響到2024的總統大選 以及立委選舉了 所以各個基層都是不敢輕忽這塊 我們就來看一下 為什麼賴清德要找民進黨裡面的徐巧新呢 就是因為徐巧新的表現 有目共睹他是戰將型的 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戰將 來幫助2024的政權延續下去 所以我們就來看到了在這個部分 賴清德認為國會過半的重要性 等同於總統大選啊 所以他希望提名有戰力的立委人選 甚至還曾經問黨內的人是說 民進黨的徐巧新在哪裡 但是黨內現在有一些批評的聲音了 包含像是民主大聯盟的論述不足 還有缺乏溝通 以及呢推出了像李正浩這樣爭議性的人物 所以是不是被罵怕了 第二波的徵招 我們剛剛念的一些人 包含像是林非凡 包含像是吳佩毅等等 都是黨內選財為主 那我們再來往下看 很多的專家就有來分析了 民進黨這兩波公布的名單 到底有沒有一些貓膩呢 還是有什麼相關的一些細節 我們就看到大數據專家 他說了不管是之前呼聲很高的雞排妹 還是民主大聯盟整等的爭議 其實內部人都不幫忙講話 外部人又不斷的攻擊啊 所以賴清德壓力蠻大的 也是相當的頭痛 所以這些爭議都導致賴清德在網路上面的負面聲量是衝高 賴清德的支持率三成多是基本盤 如果你真的想要當選的話 選情他認為並沒有想像中來的樂觀 那另外呢 許巧欣是怎麼說的 畢竟現在賴清德喊說要找的是民進黨裡面的許巧欣嘛 許巧欣就說沒有啦 我是獨一無二的 僅此一家別無分號 重點我們來看一下 他 他就講了 他說啊 徵召策略有可能會製造話題 但是對於民進黨來說 恐怕是會有一個長期發展傷害等等的 但大家就覺得很奇怪了 吳英農吐槽 可是你當初跟王洪威來對戰的時候 你也是黨來徵召的 所以你現在沒有選上 或者是現在沒有你的聲量了嗎 那難道你就說 徵召的策略能夠製造話題 可是可能對民進黨是一個長期發展 造成傷害的一件事情 讓大家有點打上問號 那就連萬華老店的老闆都感嘆 刺客上場要有正當性 總不能是跳出來亂刺 刺到自己不是嗎 但是針對這個狀況 鄭文燦他說 提名會不會撤銷呢 那鄭文燦這邊說 會尊重黨部 還有提名策略小組的討論 言下之意 目前還是結合李正浩的力量 要來選這個 新北市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關心到的是 如果賴清德支持的是 無黨籍的李正浩 要來出征新北永和區的立委 其實我們就像剛剛講的 很多的年輕基層幕僚 是相當的不滿 時事評論員黃陽明就分析 李正浩事件已經引起了民進黨裡面的恐慌 就怕賴清德跟近期回流的年輕票又再度消失了 李正浩的事件引發了民進黨內的一種恐慌 什麼恐慌 年輕人覺得 我們黨寧可跟一個外來的 而且是這個 以前是藍軍內部的 還偷拍 對然後呢 又有一些這個爭議事件的人 寧可支持這樣 都不支持我們 好 如果今天這樣的效益更大的時候 賴清德 你知道賴清德最近幾份民調 年輕選票明顯回流啊 包括美麗島 包括ET Today 包括好幾份 他的年輕40歲以下都全部回穩到三成以上了 就是民進黨的鐵票全部回流了 可是 可是 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 可能年輕人會受傷 所以賴清德想一想 哎呀 我本來以為李正浩可以幫我加分的 沒有 就沒想到被洗臉 對 可是呢 我反正李正浩是因為開了記者會 應該會過一段時間在處理 怎麼處理 他就說 沒有我們後來經過這個 這個中辭會這個討論呢 我們決定呢 就是這邊我們就暴准參選 到時候民進黨會有自己人參選 然後說那個結盟的 我們就當作沒發生 可能會有這樣的現象 那是至少 吳佩義的部分 提名 你們這些吵鬧的黨功好可以停了啦 所以你看為什麼李正浩他那個 反彈的連署 連署到5月29號晚上 他就是要在這個禮拜的中常會前提出去 給中央黨部嘛 他們都是算準時間 你就是你這個禮拜你要趕快處理 所以這個 我覺得這整件事情他們你說現在英系賴系 關鍵在於 因為賴 只在乎自己的總統選舉 如果今天他在乎的是整個民進黨國會過半 他的佈局當然不會是這個 我們就來講了 民進黨一名前黨工女性黨工 他就指控說自己被廠商的導演性騷擾 可是被時任的民進黨婦女部的主任 反問說你為什麼不跳車 這件事情在網路上面已經開始發酵了 楊慧如在深夜的時候 臉書上發文表示 民進黨爆發了婦女部的主任 吃案性騷擾世界 他說這重點來了 當時督導婦女部的副秘書長是誰呢 當當當就是09萬 林非凡 他認為林非凡 要不要出來講講話 還是你當時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楊慧如最後說 如果你什麼時候要500億 只無配義吐出選舉補助款 然後這裡面有太多的議題 等一下在整點新聞裡面 我們都會一一的來為大家插播來報導 我們先來講 總統府公佈了司法院的大法官提名人 其中有一個人就是跟太陽花學運 相當有關聯的 他是太陽花學運的辯護律師 尤博祥 遭到民進黨 也就是自家立委蘇智芬引用 雲林地院前法官 的臉書文來指控說 尤博祥在雲林焚化爐案 涉嫌教唆證人來做位證 所以他的黑歷史是不斷的 慢慢的在被起底當中 而民進黨也在這個時候 徵招了太陽花要角 也就是前副秘書長林非凡 要來參選立委 對戰現任的立委王鴻威 而當時的太陽花學運相關的人士 看起來官運很痛 大法官被提名人一次亮相 卻遭外界批評是綠道出之 尤其是這位斯改惠董事尤博祥 連綠營自家人都看不下去 立委蘇智芬連書發文 用令人震驚四個字來形容 應用前法官康樹正的文章 開頭便強調尤博祥遺赦 還教授證還教授證人做偽證 太陽花的辯護律師等等 覺得好像太激烈了 太極端了 有沒有偽證不知道這要查 但是這個都很嚴重的事情 你大法官如果有這個儀式偽證的紀錄 那個你將來你去 你要去解釋憲法 那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不可以這樣子 我說你把大法官這樣子 把大法官做低了 法界更是一片嘩然 高監書檢察官陳洪達 更形容他政治性格濃厚 凌駕法律專業 揮拜國家名氣莫此為勝 尤博祥隨後發文說明 當年情況強調自己的無辜與清白 尤博祥號稱人權律師 不但是前促轉會委員 還是總統府私燕案 太陽花學運的辯護律師 林非凡動算 跟太陽花學運有關的 似乎官運動相當亨通 當年要找林非凡出他入政壇 就擔任民進黨副秘書長 如今更接獲針召參選 台北第三選區立委 對戰王洪威 很多人對我的印象 還停留在2014年 我身上也有很多的標籤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面對 身份上的轉變 但唯一不變的是 決定了 就奮戰到底 林非凡身為太陽花的一份子 但是他也受到民進黨的 特殊的這個安排 還有特殊的栽培 他應該算是小嬰男孩之一 他現在要回到基層來選舉 來接受選民的檢驗 太陽花台面上的人物 幾乎一個一個順藤攀瓜 不管是行政司法 或者是監察機關 只要和綠營友好 就能得到重任 儼然成為人生勝利組的升官途徑 下層思源帶距離台北採訪報道